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我們這幾節課學習到發達寺院第六 我們應該都很熟悉 老和尚講經當中有做一個較量 四十九年佛所說一切經 《華淫經》第一 經中之王 《華淫經》末後十大願望祷回其樂 所以《華淫經》跟《無量壽經》比了 《無量壽經》第一了 《無量壽經》有四十八品 哪一品第一呢 當然是 第六品 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 那四十八願哪一願第一呢 那就是我們正在學習這十念必勝願 包含 善導大師說 四十八願當中五個真實願 剛好都在我們這幾節課講的經文當中 所以這些經文都不能滑過去 滑過去可能修行的重點 就沒有掌握住了 所以這第六品等於是 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法的 頂峰了 我們要深入學習 然後依教奉行 就像上一節課我們學習到 第十八願 經文說到了 我做佛食 十方眾生 聞我名號 至心性要 這個至心就是一心 一心一意 我們之前提到 有祖師比喻 這個一心 就好像 你被一群強盜追殺了 追到河邊 就說要逃命 想著要跳下去 要不要脫衣服 要怎樣才好 不可能有 其他的念頭了 都是想著怎麼過這個河了 一心專注了 所以老和尚講經常常說 一個方向西方極樂世界 一個目標 見了阿彌陀佛 這個是一心 這個是一心 自心 其他的都不求了 細是沒有懷疑 我們有沒有起過念頭 我能不能往生呢 那這個就不夠性了 阿彌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彌陀佛 淨土即此方 此方即淨土 而且 十方如來連念眾生 如母義子 我想回去 哪有可能阿彌陀佛不接我呢 我們有時候 能學佛以前的習慣 很容易現前 這個我們要關照到 遇什麼事 容易消極悲觀懷疑 修行要把性格轉過來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要信任自己 當然要信任佛 這個信任很重要 因為佛在 這個十節以前已經成佛了 所以問題都不在佛那一邊 才已經圓滿了 有這個病得比較重的同修 他念啊念啊 阿彌陀佛怎麼還不來接我 起這個念頭 就有可能把責任推給阿彌陀佛了 我們不能犯這樣的問題 其實啊 他病這麼重 照理講啊 阿彌陀佛同體大悲啊 不忍心他多受一天苦的 這個是我們要相信佛土的 相信阿彌陀佛的地方啊 相信阿彌陀佛的地方啊 一定是我們還有放不下的人事物 沒有一心念我 念到哪裡去了 人事物 仔細觀察 仔細觀察 阿彌陀佛怎麼不來接我 這樣的同修啊 你看他念佛之外 誰有沒有來啊 誰照顧我 我比較習慣啊 他還在想人 哎呀好痛啊趕快來接我吧 才在想這個身體 這些心念呢 都還有留戀世間 人事物 所以這個 觀照啊 觀反思啊 才能找到問題 所以我們之前呢 跟大家都交流過 劉淑雲老師 有一段法語 我心裡不裝人 裝人愛真多 不 再仔細觀照看看 你想到人 要不就是你喜歡的 要不就是你不歡喜的 所以我們觀察觀察自己 這修行的路上 自我攀厭了 我這一段時間呢 腦子裡有沒有常常冒哪些人 沒有冒阿彌陀佛 冒人出來了 這個都可以解釋的 你佛號越念越多了 也不會想人想事了 這個狀況就漸入佳境了 我心裡不裝飾 裝飾是非多 常常會想一些事啊 而且是過去的事 一般你思考思考什麼 我當前面對的 要解決的問題 當然你要解決啊 你依照經教思維好了 該怎麼決策決策了 不要一直在那裡牽掛 猶豫這樣也不好 就變現在煩惱 但是假如冒著這是過去的事啊 那鐵定這些事我們還 掛在心上 這所謂過去煩惱 過去放不下呢 鐵定在過去這個事裡面呢 有是非人我 愛恨情仇 夾雜在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放不下他 那我心裡不裝霧啊 裝霧貪戀毒 這個身體也不能吃住 我們看那個念佛很懇切的 生病的人呢 沒有很嚴重的病痛 那重罪輕爆啊 癌症啊 但是不會太痛苦 因為他都專注在佛號 其實痛啊 也是心想生的 這理善 我們應該不會懷疑 一切法從心想生的 痛也算一切法裡面了 當然我講到這裡啊 你有親戚朋友 病得很痛 你不要馬上呼吸 一切法從心想生 我們現在是探討一點 深入一點 寬以待人 言以利己 寬以待人是體恤別人痛 寬以待人是體恤別人痛 那言以利己 可以比較嚴格要求自己 可以比較嚴格要求自己 黃令老講了一個事例 有一個人腰疼呢 疼得很難受 他不簡單 他把這個腰疼呢 當作逆真上緣 所以會修行的人 把一切境界都當道場 何處是道場 順境逆境 善緣惡緣 都是道場 好好修自己了 所以他就精靜念咒 一心念咒了 念到感覺身體沒有了 結果後來 病就好了 身體都沒有了 身體延伸出來的病 痛就消失掉了 所以這個一心念佛 這個病痛一定能夠減輕的 包含我們在病痛的時候 跟觀身不敬 觀受是苦 容易看破這個世間 這都變成我們 這個燕離說婆的 正思維了 每天洗澡 哇 抽出那麼多髒東西來 不容易留戀這個身 我要去取清虛之身 無疾之體 換一個跟阿彌陀佛一樣的身像 不留戀這個臭皮囊 所以這個剛剛跟大家講的 問題都不會在阿彌陀佛那邊 問題在我們自己 這邊 就容易 找到問題點了 也不會生懷疑了 心不懷疑 心不懷疑 要是很歡喜啊 很喜歡啊 所以喜歡極樂世界 真正想去啊 那就 歸心事件 想回去了 好 那一定啊 要就是最 喜歡的了 那我們一定會把念佛擺第一 因為最歡喜的事情 那這個要自己檢查 好 我們假如是 啥事 都操心完了 沒事的 念念佛吧 這個念佛就拍後面了 而且冷靜想想 真的要把事情處理好啊 好 心要很定才有辦法 假如平常沒有把念佛擺第一啊 你真正要處理事的時候 心能夠很安定嗎 我們處理事能不能處理好啊 完全看我們心的狀態啊 思考問題都要從根本思考啊 不能忙到孜孜默默去啦 把念佛擺第一 把自己的心能夠安定下來 我們才能處理好事啊 不然呢 一直忙在處理事又沒有處理好啊 這個惡性循環這個怪圈呢 跳不出來了 也很痛苦 真正重視念佛了 望面少啊 佛號多了 煩惱輕了 處理事處理的沒有副作用了 後遺症了 慢慢這個良性循環了 轉動起來了 好 接下來經文講了 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這一句也很重要了 你念佛了修行了 一絲一毫的善事 善心善行啊 都回向莊嚴淨土 心心回向 怨生我國 只想著求生極的世界 沒有想說做善事啊 得什麼果報 讓我碩士可以考上啊 讓我博士可以考上啊 還是讓我可以得到 誰的肯定 這個都 這個都不是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當然啊 黃鈴老也有說啊 這個佛法呢 我們畢竟啊 在世間呢 佛事門中有求必應 是可以求的 但是那個求啊 不是自己留戀在世間 但是那個求啊 大家注意這一點了 這個求啊 工作穩定了 好好修行 求 這個 假如 這個人生是走上婚姻的 求一個好的對象 主成佛化家庭 我們那個 要求生淨土的心呢 還是很堅定呢 那這樣的願呢 佛菩薩會滿怨的 佛菩薩很講人情味啊 觀音菩薩 宋子觀音 找對象他也管 是吧 畢竟啊 在家人比出家人都多啦 是吧 那請問大家 在家人呢 這一生最重要的其中一個 緣分呢 最重要的是哪個緣呢 你的孩子有沒有學佛啊 你搞了一輩子 搞了六十年七十年 最後你的孩子沒學佛 給你亂搞 我們還沒有到禪定的官夫 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所以這個可以求啊 求這個 組成佛化家庭的孩子 所以應光組織也很慈悲 還教求子山藥 你這些求啊 都是為了成就道業而求的 不是因為你 留戀這個世間 像 我們很熟悉的 梁武帝 他求什麼 求人家讚嘆他 所以遇到得道高深達摩祖師 他 首先還得炫耀一下 正自登基以來 哇 見了多少寺院 幫助多少人出家 正有沒有功德 他就沒有啊 所有善根 興興為相 願神我佛 他還想著要人家肯定 那大家注意 所有善根興興迴向 所做一切善 都變成了往生的資料 都變功德 大家注意 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功德才能帶我們出輪迴 福德不行 所以功德 親近心才有功德 不留戀世間 才有求世間 才有功德 所以梁武帝這一念 還有求世間的名 就把他所做一切 翻轉成輪迴的善報 你看這一念 他所做一切 佛門的事 他全部求生極樂世界 他鐵定往生 他這一念錯了 就差太多了 所以這一句經文很重要 不要把自己所做一切 翻轉成輪迴的業 要變成往生的資糧 那這一句很重要 所有善根興興迴向 願生我國 老和尚在這一段裡面提出來了 偶益大師在要節裡告訴我們 能不能往生 決定在信願之有無 也是從這一願說的 願生我國 至心信要 信跟願 都在這一 這一個經文當中 品味的高下 在慈民的淺身 慈民工夫深 品味高 慈民工夫淺 品味就低 記住 慈民工夫深淺 沒有說慈多少 當然 我們一看到這個 慈民工夫深 品味就高 淺就低了 我們不能下一個念頭說 我們不能下一個念頭說 我看我就淺就可以了 我能往生就可以了 強者先遷 強者先遷 古人有提醒我們 取法呼上 得呼其中 取法呼中 得呼其下 取法呼下 了無所得 你一不小心就不能往生了 是吧 所以 你要定在 上品往生 你再怎麼不小心 也中品 也不會有什麼散絲 而且我們功夫越深 越能給眾生信心 越能給眾生信心 所以這種 平身無大志只求六十分 這種性格要改 我講到這裡 你們不能反駁我 老和尚說六十分就好 老和尚那個六十分是 他放得下 他把其他的時間都好好去讀書 而不是沒有志氣 大家不能聽著在文字像上面 人家老和尚是放得下這種 考試的名次 但是他很幼波的 他有大志的 進一步了 老和尚指導了 辭明要有功夫 什麼叫功夫呢 念佛的時候 心地清靜 不懷疑 不假雜 不間斷 這個叫功夫 如果懷疑假雜 就沒有功夫了 不容易得到利益 師父領進門 修行靠個人 不能我們念了三年五年了 人家問 你念佛有沒有比較有功夫 想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呢 不能修得稀里糊塗的 自我堪厭 有沒有煩惱越來越少 其實煩惱有沒有越來越少 每天早上起來照鏡子就知道了 我們的心的狀況會呈現在臉上 相由心身 心裡很多憂愁的鐵定臉上看得出來 我們不能修行人不能心太粗了 我們修得怎麼樣 臉上都有 有很多信息告訴我們 包含 懂得關照自己的心念 我沒有夾雜 念佛的時候有沒有夾雜很多妄想 好 所以這裡牢上指導了 大師之菩薩教我們靜念相繼 兜色六根 六根不能向外攀球收回來 尤其耳根 耳朵一專注聽佛號 其他的五根不容易出去了 收射回來 靜念相繼 念得清靜 才有感應才相應 亦有相應了 而越念了 越想念了 又有法喜了 好 各位大德同修 我們有沒有越念越想念佛 好 我就不逼大家了 好 我們自己 關照關照 好 要越念越歡喜 越想念了 稱名 時極欲光時 珍重此時莫空過 一念佛 就是欲佛光鑄造的時候了 珍重此時莫空過 勿使一秒鐘空過 勿使一秒鐘空過 勿使一句話空過 空說了 老二上說 分秒必真 有一分一秒 趕緊念阿彌陀佛 受用無窮 果能一向專念自然构障消除 我們有沒有掛在口上 哎呀我業障很重啊 多念佛不要常起這種念頭 你起這種念頭呢 這若印象一直叫 哎呀在做啊 果能一向專念自然构障消除 不但道心純屬 且可福慧增長 這個 這個靜修節要三十二拜啊 讚嘆佛號功德 有好多段了 眾生有緣 欲施光澤 垢密善生 身意柔軟 所有疾苦 莫不休止啊 一切憂恼莫不屑頭 如是威神光明 最尊第一 十方諸佛所不能及 因為阿彌陀佛是 光中極尊佛中之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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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教我念彌陀啊 啊 啊 口念彌陀心彌陀 啊 彌陀彌陀直念去啊 原來彌陀念彌陀 這個截流大師啊 這個我們禁宗 中第十祖 杰罗大师说这个信 他相信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 只会得相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当然也相信 虽然我有一个阿弥陀佛的佛性一样 十方三四佛共同一法身 但是我毕竟现在在六道轮回当中 我没有佛的受用 我得赶紧修行 相信自己现在是生死凡夫 不能再搞轮回了 第三要相信 我是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 阿弥陀佛是我心中的佛 所以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佛光就照着我来 因为我是在心中的心肝宝贝 讲众生还不够亲切 心肝宝贝 所以原来弥陀佛念弥陀佛 我念我心中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虚空法界一切阿弥陀佛 因为在阿弥陀佛心中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弥陀佛 好这个 那这一句就是十念毕生 那讲到十念 那老和尚有讲到 慈云贯顶法师教的十念法 是净十口气 当然这个定课都没有断 这个也算静念 这个相继 那师父上人提出来了 一次念十声 早晚三餐 就五次了 早上上班前 然后下工 下午一上岗 然后下班四次 加起来九次 我感觉这个九次很好 首先一早起来了 就懂得念佛 这脑筋就清醒多了 晚上要睡觉前念佛 带着佛号入睡 很不容易做噩梦了 饭前念佛 当然吃饭 食存五官 吃饭不能增长贪心 吃饭念着佛 供养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而早上下午 上班下班 都懂得念佛 上班一开始就念佛 整个身心状态很好 去做事 做完事 念念佛就没那么累了 大家可以感受感受 老和尚特别好学 老和尚一接触任何静缘 他都在学习 这十念法的灵感从哪里来的 观察伊斯兰教 五次礼拜 你看人家很虔诚 一天五次 老和尚得到启发了 一天九次 贯砖其中 这个好学的精神 我们要学到 见仁善及师起 要养成这个习惯 接触到的亲人 接触到的同事 人家身上的优点 我们都能观察到 进一步效法 这个就是把善才同子的精神 落实在 处世待人接物里面 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当生成就 当生成就 现在就要有当生成就的样子了 那什么样子才是当生成就的样子 这善才同子的样子 这善才同子的样子 只有自己是学生的 其他的都是老师的 都能够向人家学习的 善才同子的表法 我们得体会到 得把它落实了 那当然 这个九次不断提醒自己要念佛 可不能念这个九次 念了两三年了 那一天就念这九次而已 念成习惯了 慢慢就 一有时间就念了 慢慢慢慢就成片了 这个佛号就越来越提起来 老和尚这个是善巧方便了 我们当地主的要善体会 现在人太忙了 你一下家他念多了 他就退避三色了 你说一天念九次就好 他很欢喜 这个我做得到 然后他做了 像老和尚说的 马来西亚同修打电话来了 照做了 两三个星期看到效果 他就越欢喜了 越想做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要学到老和尚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时其可从 你要寻寻善诱啊 不要一下子目标很高啊 让人家都觉得压力很大 就 退缩了 不敢做了 宽以待人 言语律己 接下来经文 唯处五逆 诽谤正法 老和尚有分析到了 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 五逆罪念佛 临终实念 还是可以往生 所以重点不在忤逆 重点在 如果毁谤正法 他根本就不相信 那他当然不愿意不肯念 不是他不能得救 所以我们犯再大的错 佛都是包容 如母义子都是包容了 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 要肯念 跟他的愿相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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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不结的了 好 所以这一念是十念毕生 那当然了 念佛念的是越多越好啊 多多益善了 好 我们不念佛啊 就容易咋妄想 所以要多多益善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所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多多益善了 夏老说 多念一句 是一句 你那种心就是我要多念 那真的就越念越多啊 你能抢到一身了 是一身了 每一身都有功德力了 多说一句废一句 多说了一句闲话了 那时间经历就好 空过了 不只空过了 轮回心照轮回业了 所以 所以 还是要多念佛啊 多多益善了 我们能够一心专修 这一点非常重要 真的把其他东西通通放下 要专修专理啊 我们每天拜佛 只拜阿弥陀佛 专念阿弥陀佛 专享阿弥陀佛 至心一处 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所以心愿解形 样样同佛 那这个就是观经上所讲的 至心做佛 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了 我们这个心真的是在做佛 十法界里头啊 我们专圆佛法界 你不圆三二道啊 三三道都不圆了 圆什么 一心拜阿弥陀佛 一心念一心想阿弥陀佛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见佛是什么 明星见星啦 义佛念佛的专门缘佛法界 所以老和尚说 把《无量寿经》 变成人生的剧本了 你看我们在思考事情 都是用《无量寿经》的教诲 要当孝顺 自成忠性 言行忠性 表理相应 都是在思维 都是在思维 《无量寿经》 老和尚说 《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啊 《无量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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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大悲明有情 掩齒便受法眼 把念佛法门介绍给有缘的人受法眼 度恶趣开善门 所以这一句专缘佛法界 这个就是似心做佛最具体的修学法 那自自然然暗和道妙 道妙就是似心做佛 跟本觉相应的 似佛是本觉 似心做佛是始觉 始觉也合本觉 之后就是究竟觉 始本不离 直屈觉路 所以这一句佛号是成佛最快的方法 绝明妙行菩萨 他在静草 他念了一个礼拜 他就入法身的境界了 地上经里面 佛罗门尼速度更快了 你看他念绝华定志在王如来 念了一天一夜 就入法身了 他以自己的神通力 就到了地狱去 所以若人但念阿弥陀 四极无上生妙禅 禅已经很高了 无上生妙禅 念佛是成佛最快的方法 那师长接着也是有点出来 这个五愿 定成正觉 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诸佛称淡 十念必生 这五愿是真实智慧 是四十八愿的精华 四十八愿的忠心 是阿弥陀佛弘式的精药 弥陀的本怀 他老人家就是想叫一切众生 决定成佛 不需要累劫去修行 老和尚把阿弥陀佛 发这几个愿的心 给我们这个和盘拖出来 让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心更接近 阿弥陀佛是老师 就希望我们别轮回了 就希望我们赶快去做佛 一生当中就把这个问题解决 对 为了实现这一个大愿 为度有情令得度 以度之者使成佛 怎么做到的 十念必生 就是这个书生 就是这个书生的愿 这样众生念佛 我决定成佛了 好 那师父呢 接着又说了 他看这个敬业三福 看到第三福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这个身性因果 假如放在第一福才对 对呀 怎么放在大臣福呢 大臣菩萨怎么会不相信因果呢 那后来深入思考了 这个身性因果是姓什么 念佛是因 臣佛是果 很多菩萨不一定相信 尤其我们后面 这个世约里面还有 接坐阿维悦之菩萨 我们见识烦恼 一瓶都没有断了 往生了 原正三不对 接坐阿维悦之菩萨 这个在其他的通途法门呢 要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 那是要 入了佛门 入了佛门 出兴魏菩萨 见惑 破了 出兴魏菩萨 然后要再修两个阿生其解才能到的 这个境界 我们一品无名都没有 这个见识烦恼都没有断 就往生了阿弥陀佛一家世之阿维悦之菩萨 所以一般这么殊胜的果 大臣的菩萨都不一定相信 所以这么殊胜的世愿 所以善导大师说的 如来所以新出世 是违说弥陀 本愿海 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所以这句话也等于是 阿弥陀佛说的 阿弥陀佛第十七愿 诸佛称叹愿 十方诸佛都帮他老人家招生了 所以师父这里讲 四十八愿是一切诸佛说法的总纲领 这个掌握到了 一切佛法通通都抓到了 第十八愿十念毕生是肝领的肝领 顶尖 佛法的顶尖就是这一句佛号 我们到这里才把佛号的价值搞清楚了 你要不认清楚 你不是货 不是货 你怎么肯把这个东西当宝贝 你怎么肯认真修学 到你真正明白真正透彻的认识来 这个时候你自自然然把它看作珍宝 决定不会舍弃 决定不会放下 然后才能老实念佛 我们观察一下 释迦牟尼佛 讲经四十九年 大家在佛经里面有没有看过佛办了佛妻 大家有没有看过佛经里面佛办了七天念佛 这告诉我们什么 佛给我们讲透彻 我们真正是道了 修行啊 不用人家推了 自己就精进了 所以我们得自己试获啊 看懂这一句佛号 这个是顶尖的佛法了 身冠顶尖啊 顶法了 受菩提记了 诸位同修我们受菩提记了没有 这个《无量寿经》有一句叫 《同名妙应如来》 这一句讲的是谁啊 不是讲别人 我们真的知道是宝了 这个佛号就不愿意放下了 真分夺秒的念了 我今天刚好在八六甲古城 跟大众交流啊 我说大家有没有听过 若要佛不离口啊 先虚诸物不离手 他说有啊听过了 听过了 听过了你们手上怎么没有佛珠啊 我们听一个道理啊 这个叫解啊 解了之后马上行啊 这个人不简单了 所以我们要养成呢 听经啊 听的过程 就想着 这一句教会要怎么落实在 生活工作处世待人经 养成这个思维的习惯了 这样解形就容易相应了 其实大家去观察 这一句 若是在生活工作处世待人接物中啊 这一句话在老上讲经当中 常不常出现啊 我看几乎每一集都有这一句啊 甚至有时候一集都要出现好几次啊 那总不能把这一句 忽略掉了 这一点啊 我们得效法指路 指路有闻 他听到好的教诲 未知能行 唯恐有闻 他听到一个好的道理啊 他就要尽力去把它做到 他不贪听得多 所以这个人很踏实啊 他不是求知欲啊 把听经当欲望啊 他知道我听了就是要做的 那学一句就扎扎实实了 那学一句就扎扎实实了 我们不能争分夺秒的念呢 往往还是我们对这一句佛号的殊胜呢 认识的还不够深 不够透彻 那当然 我们肯珍惜的就好好念啊 好好表法 预念 烦恼清了 智慧涨了 预念 荣光焕发 亲戚朋友看了就有信心了 预念处理事情啊 都很安定 有智慧 亲戚朋友 担忧啊 紧张的气氛到你这里来 马上被你稳住了 这为人演说啊 我们要把念佛的殊胜呢 展现出来 所以一般人呢 透过对佛号的深度了解 他才能当作珍宝 但是有一些老太婆啊 他就能老实念 临终的时候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他什么都不懂啊 那是人家善根太后了 这个我们比不上啊 这是多生多节修的善根福德 他心里没有杂念 一天到晚一句佛号 我们一天到晚呢 胡思乱想 这就是善根福德不如人了 我们听到这一句了 对啊对啊 我就是善根福德不如人 不能这样啊 知此净乎永啊 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如这个老太婆啊 那我们更要老实念呢 以慈名故善根福德啊 顿同诸佛 善根福德少不怕了 就怕不老实念佛啊 老实念了 那念一句 这个佛号是万德鸿鸣啊 是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 拿到因地来修啊 老实实名 全色佛德成智德啊 这个佛法的顶峰啊 我们遇到了 赶快一叫奉行啦 自己的善根福德啊 就快速增长啊 我们看这个念佛的故事啊 其中有一个王呆头啊 他本身智力有问题啦 这个善根福德都很差啦 可是他的师父叫他念阿弥陀佛啊 他就念念念念 念到最后 有一天就开怀的笑 他师父以为他发神经了 拿棍子要打他 他说师父啊你不能再打我啊 这个都是真实的故事 都在启发我们 老师上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呢 只有一个方法 搞清楚搞明白真正是清楚了 死心塌地 妄想杂念才肯放 否则的话不肯放 当然你得到的益处多了 你就越相信了 像成德这个习气众啊 容易找借口 所以就要对治找借口啊 不能因为自己工作多了 就不念佛啊 越多又要念 结果念了之后感觉啊 处理事情啊 心更安定了 尝到好处了 就越肯去做了 越肯做了 慢慢就养成习惯了 我们这个念佛不能 每一次一立志五千一万 念了两礼拜 又打退堂鼓了 好再来 再来再发一个愿 不能常常静静退退的 君子立志长啊 小人常立志啊 我们要有恒星毅力啊 把它贯彻下去啊 凡夫能在一生当中契录十项啊 就是明星见性啊 就是明星见性啊 实实在在讲呢 唯有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这个闲工就给我们做榜样了 在末法 在末法 不是一生佛号念到明星见性啊 除了这一门之外啊 自己去试试看 当然有没有办法把是非能我 贪嗔痴慢洗掉 如果觉得没有办法 赶紧念佛啊 有办法可以不念佛 没办法念佛是第一啊 还是念佛为高啊 如是妙法性听闻啊 因常念佛而生习啊 掌握住了 我们接着 下一院啊 是进入第十一集了 我们念一下经文 我做佛时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奉行六波罗蜜 兼顾不退 不以善根回向 怨生我果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临受忠实 我与诸菩萨众淫现其前 今虚一间疾生我差 做阿为悦至菩萨 不得是愿 不取正觉 这是第十九愿 文明发心愿 这个对净土修学也是很重要 第十八愿 十念毕生 这个是劝请我们要一向专念 那这一愿是发菩提心啊 因为上品中品下品三倍往生都有要具足啊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所以老和尚在这里也是开解的很深入 所以要发菩提心啊 老和尚将他一生修学啊 总结成两句话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这个就是菩提心啊 看破放下 要看破世间啊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不要挂爱 不要留恋了 都要放得下 自在随缘念佛 那老和尚有提到了 这个发菩提心啊 偶艺大师在药节里 跟我们说的既清楚又明了 他老人家讲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 这个愿心是真实的 那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了 我们看五量寿经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阿弥陀经呢 这同一部经啊 大小而已啊 阿弥陀经主要就是真性切愿到神念佛 这真性切愿就是发菩提心 完全相应 醒安大师也说啊 念求生净土就是菩提心 那偶艺大师这一句话也安我们的心啊 以前的祖师没讲过的 他人家把他开解出来了 我只要真性没有怀疑 切愿 真为生死念这一句佛号 真为生死发菩提心 不再搞轮回了 以身性愿 持佛名号 这个就是菩提心了 那老上又提到了 一般大神经里面讲菩提心啊 必定包含四弘四愿 所以四弘四愿可以说是菩提心具体的修学 所以四弘四愿很重要啊 因为菩提心不能是发个空的嘛 落实在修行上就是四弘四愿 第一要发度众生成佛造的大愿 这个愿心生起来就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 推动你精进不屑 我们学佛啊为什么会退转 老上这个社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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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而已啦 那自己早一天成就很好 晚一天也无所谓 于是就懈怠了 假如你发的心事要救度一切众生呢 那时候死命就重了 我成佛晚一天 众生就多受一天苦 黄年老有说到了 我们有很多过去生的父母 现在还在地狱受苦 我们一想到 我们都有过去生的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这个宇宙真相 别的人没闻到佛法 他还不知道这个真相 我们有机会闻到这个真相 闻到的真相 就要用真相来生活 我们总不能想着 我们有很多过去父母 我通通不管他们 我只想我自己 所以静修节要 叫五念法门 是天清菩萨的五念法门 照这个方法修行 一定当生可以成就 这个五念里面就有回向 五念是礼拜 一心观礼 观是观察 观察 观察阿弥陀佛 观察西方极乐世界诸大菩萨 观音四智 文书普贤 静修节要里面都有 观察之后要效法 我们前面几品经 观察阿弥陀佛怎么修学的 怎么发运的 怎么落实的 这都是观察 礼拜观察 战叹 都跟普行行的相应 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第四是发愿 要把愿发出来 第五是回向 其实我们看最后第三十二拜 一心待味生生世世 即陷在身中父母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很多过去的父母 我知道了怎么不能袖手旁观 每天都以修学的功德给他们回向 父母施杂都不念这些恩 六轻眷属包含冤轻等众 顶礼三宝求哀忏悔 普代法界众生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静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同生净土 同源总治 这个回向 扩宽心量 要想着 还有很多过去的父母 亲人 在受苦 我早一天成佛 他们就少受一天苦 这个有情意道义的人 不能懈怠 不可以叫众生 叫过去的这些父母眷属 因为我多受一天苦难 这个力量在推动 他这个众生无边试验度发出来了 他就能够认真的去断烦恼 学法门 成佛道 回过头来 因为他有能力 度无量无边众生 所以这个四红试验 最重要的还是 第一 众生无边 试验度了 这样我们的愿望 才能圆满达到 这个发不利心 才能达到了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 为什么菩萨修行 不疲不厌 那么样的精进 就是这个道理 他这个众生无边试验度 蒸发出来了 修诸功德 发行以后 所修的大行 奉行六波罗命 六度就包含万恨 那六度我们前面跟大家交流过了 坚固不退 为什么会坚固不退 就是因为有发菩提心 复以善根回向 所积的一切善根 都回向求生净土 愿生我活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接下来这个经文 所以临终皆饮愿 所以 一心念我 这个念不是口念 是心上真有 不但有阿弥陀佛 唯一的一个念头 就是念阿弥陀佛 这叫一心念我 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别无恶念 这叫一心专念 这四十八愿是佛法的核心 这些句子不能划过去了 我们也有观察 学佛几十年了 年纪也七十几八十几了 几十年过去了 有没有消息呢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修行人 师父领进门 修行 靠个人 自己检查 净土圣贤路 老让善于观察 好多例子 都是开始念佛多久 瓦身了 三年 老阿上说 看他们的年龄 这不可能是寿命到 那是什么 相应了 阿弥陀佛来接了 他受命他也不要了 他要求生净土 阿弥陀佛就来接他了 所以我们念了几十年了 好像还是没有消息 就是跟经文不够相应 一心念佛 观察这个老者 常常 比方说听到哪件事的 自己情绪也跟着起来了 没有一心念佛了 再来呢 那个窃愿不足 真性窃愿 窃是很肯窃 很真窃 一有时间就念佛 老人家年纪大了 家庭责任也了啦 那你一天那么多时间 看起来也拜佛 也念佛啊 但是不是一心念佛 咒悦不断 不然铁定 感应到交啊 消息就来了 这都要检查自己啊 还有那么多人事物啊 就可以动我们的心 可以把我们拉走了 这个跟运文呢 都不够相应了 好 那阿弥陀佛 要专念 那老和尚说了 念阿弥陀佛啊 就要学阿弥陀佛 要效法阿弥陀佛 目前当目其心嘛 效法他老人家的心 阿弥陀佛存的是什么心 阿弥陀佛有些什么愿望 阿弥陀佛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他怎么过日子 少欲知识 少欲知足 不记重苦 少欲知足 我们欲望有没有越来越在 这个就是学阿弥陀佛日常生活 怎么过日子 专求白法 就求法不倦了 在这听经文法有没有 越听越欢喜 越听越欲罢不能 专求白法 而且是为什么这么精进 会立全身 自愿无倦 这就阿弥陀佛的心愿情啊 他怎么过日子 这些地方我们通通要学习啊 阿弥陀佛在日常生活当中 尽心尽力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帮助一切众生 信愿辞明 求生净土 我们也把这桩事情啊 作为我们一生当中 第一的大事 好 我们今天跟亲戚朋友 有缘 相聚了 我们做什么 尽心尽力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成德观察 现在的人呢 心有千千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愚出众生 示弱自己啊 你有这个机缘啊 要不要帮助他 破迷开悟啊 这个破迷开悟 不是说一下子就是成佛了 他世间有很多迷惑啊 他很痛苦啊 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解决不了 你愚出众生 示弱自己啊 你就感同身受了 现在忧郁症的人不少啊 我们也很敬佩这个杨医师 你看他家里 女儿出了点状况 有愚异症啊 他首先是他父爱啊 全心全意 陪伴 互念 女儿啊 很快啊 恢复健康啊 马上想到 现在很多家庭 很多 孩子这样 很多人是这样 这个整理的资料 我们还专门有一次的 针对这个忧郁症的交流 探讨 所以我们刚刚说 要把无量寿经 变成人生的剧本 愚出众生要示弱自己 所以这一句 尽心尽力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还有下一句 帮助一切众生 信愿持民 求生救主 你帮他了 还要帮着彻底啊 他不出轮回 问题没解决啊 我们现在知道 当生成就的念魔法门 所以老和尚说了 现在求的 没有别的 多带一些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老和尚说 多带一些人往生极乐世界 诸位同修 大家听了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把我带上吧 把我带上吧 那还是想自己啦 第一个念头都是想自己 要想众生啦 强者先迁啦 我们这个都是把自己排第一位啊 修行人 要把众生排第一位啊 我们要为圣法久住啊 为苦难众生啦 我们听了 我们听了老和尚是这个愿 弥陀陀佛 弥陀佛也是这个愿 以失智啊 为己智 哇呢 这个就是 念阿弥陀佛啊 就是学阿弥陀佛 他的心 他的愿 他的行 当下就可以学了 你把正确的做人做事的道理 供养他呢 理得心安呢 他这些痛苦就慢慢跳脱出来了 破迷开悟 来你帮助他 他对你有信心啦 你进一步给他介绍 念佛法门 他容易接受了 所以我们要 把念佛法门介绍给人啦 不能太冲动啊 不要吓到他了 先观察他的需要 先关心 教人以善物过高啊 你一下就是 他心里还很多忧虑牵挂烦恼 你一下就教他 我们去做佛 他不是很能理解啊 所以敬业三福 首先 教导的是 校养父母 奉仕师长 先学会做人做事 这个大臣佛法才学得上去 好 那当然我们护念别人 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的信心 要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 还要有很好的身教 你身教好啊 人家才肯听我们的 那师长这里 讲到 念佛这个法门非常好 非常殊胜 就是绝不耽误世间法 绝不耽误世间法 你在家庭里啊 念佛不妨按你工作 如果你是经商 你在一个行业里面 你可以从老板到员工啊 都劝他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听到黄老讲课的时候 说到念佛法门 不离佛法 行试法 不废试法 不废世间这个五轮大道啊 敦伦净奋 不废试法 正佛法 你当生就可以成就了 敦伦净奋都是击功雷德 正助双修 当生可以成 正修是念佛 助修是断恶修善 击功雷德 净本分都算是击功雷德 老上讲到商业 借了 果然念阿弥陀佛 工作做得更轻松 更愉快 更圆满 不觉得疲劳 不会厌倦 这个是事实啊 念佛好处利益太多太多 所以并不妨碍工作 对工作有好处没有坏处 因为阿弥陀佛 这个老板员光都念佛 得诸佛的加持 而且佛念多了 要忘念就少了 忘念少了 看事情处理事情 比较清楚 妄想纷飞 要把事处理好不容易了 我们也遇过一些亲戚朋友 他们的认知就是 学佛等我退休了再来学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他们可能有这样的认知 我们开解这个佛法的受用 就能像老和尚这样 怎么引导他在工作里面去用 我们看贤功给我们表演得很好 工作不妨碍念佛 他每天农根 但这个佛号没有断 这个都是我们现代人的榜样 老和尚这里讲到经商 看看我们诸位大德同修 有没有在商业界的发发心为人演说 这一个团体企业通通都念佛 人家一走到这个企业里面居然觉得这个企业的氛围不一样 每个员工都是荣光焕发 都是笑呵呵的 那只要人家看了就欢喜 生信心了 老和尚曾经说过 二十个企业落实传统文化 可以把传统文化弘扬开来 这是老和尚对这个时代的关机 现在是商业时代了 诸位同修 你们的亲戚有没有从事农业了 我的亲戚我看了一下没有从事农业 你看时代变了 在古代我们是农业社会 现在商业时代了 所以能有人发心在商业表法 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 我也接触过一些商业界的人 也跟他们交流过 有时候从他们的表情跟言语 就感觉 道啊 你讲的很好 但是在商业行不通 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三十二应声 很有道理啊 你要给商业界的人说法 让他们人生信心 你要献同类生 像道圣和夫是给我们好榜样的 你看他把乳是道用在企业 创造了两个全球五百大 紧接着又拯救了一个全球五百大 日本航空倒闭了 被他扭转乾坤了 就是把主事道用出来了 几千个企业家都向他学习 所以各行各业都要有人表法 每个角色都要有人表法 包含家庭主妇也要有人表法 每个角色也要有人表法 所以普贤行有一愿叫请佛注释 诸位同修请那尊佛注释 不要又看到其他地方去了 你要求别人难了 登天难求人难 求人不如求己了 这个愿要发出来 当今之事舍我其谁 人要有一种责任 要有一种担当 我记得一开始接触佛法 听老师上说 年轻人要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当然大家一听这句话 年轻人跟我没关系了 不能撇得那么干净 其实为人眼说 这个没有分年轻的 自己真肯表法 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那个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承德也是抛砖引玉给大家一点小信心 我的中文是最差的 出来推广传统话 你说没有佛菩萨加持怎么可能 所以在这种辱世道沉传的这种关键时候 我们有发现得的感应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这个一心念我这个念 实质上也不能只是口上面 也要心上真有 那发菩提心是念佛的真因 好 我们这个众生无边 寺院肚子心发出来 这每一句佛号啊 都含着回向一切众生们 经文讲了 灵受忠实 人受命是有一定 这跟前世修的因 今生得的果报 那这一身报敬了 不会再轮回了 阿弥陀佛来接了 也有人呢 寿命延长了 当然了 在这个世间寿命延长好不好 大家心不希望延长一点 老师上说实在讲了 多活一天 多受一天罪啊 我就觉得每天伺候这个臭病呢 也是挺累的 那个洗个澡 洗完澡擦地啊什么都得忙活好一会啊 你看到极了时间 这些偷偷都不麻烦了 吃饭了 你看每次看人家做饭那么辛苦 每天吃三餐的 吃一餐还等半小时 早点去 好处太多了 早一天往生了 早一天见佛 早一天正果 早一天有六神通 可以帮助众生 早一天 早一天就是阿唯一之菩萨了 可以骗共诸佛啊 可以跟着阿弥陀佛到虚空法界 度众生了 这个 红毅大师说 不求往生了 不是愚痴就是狂妄了 这么好的机会要抓住了 所以真正觉悟啊 不求长寿 除非什么 这个世间呢 还有许多众生跟你有缘 你劝了他会听 别人劝了他不听 这么多有缘的人 他得度的机缘呢 都在这个时候成熟 那你寿命到了也不能走 还得多住几年 帮帮他们的嘛 这是应该的 我们从老二上这些开解都能感觉到 佛法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都要从慈悲去触发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 人跟人真的是有缘分不同 你这一点你看不懂啊 有时候会生闷气的 我都跟他讲好几次了 都不听我的 怎么别人讲他就听 那就是缘啊 看破放下 别生闷气啊 再讲得深入一点呢 有时候这个人谁度啊 他都不是一世两世的缘 所以佛门为什么不能这个以神通度众生呢 你一信神通啦 本来这些信众很老实的跟着这个善知识的 你一信神通啦 把他们的缘给缴啦 大家都跑你这里来了 结果成就不了了 哇 那个罪业就非常大了 这位同修啊 你们有没有遇过亲戚朋友很听你的话 有没有 没有啊 他这样做人要检讨一下 开玩笑 那就是一种缘 你假如遇到这么信任你的人 你要更好好修啦 可能他这一生得度的机缘 就在自己的身上啦 被别人信任啦 我们要对着其他的信任 这就是一种信义啦 一种情义啦 所以我们念佛人寿命要是延长 必定是利益一切众生 帮助更多的人念佛往生 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啊 实在讲 没有理由在这个世界呢 多住一天 不留恋这个世界 好 灵寿宗宗时呢 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 这个愿是临终皆隐愿 阿弥陀佛 跟着诸上善的其中这些 跟着来的呢 我们过去生有缘的 已经往生的亲戚朋友跟着来 老阿上这里是提说啊 要多广结佛缘 广结法缘 好 我们临终阿弥陀佛一切影 本愿威圣一加持 我们的六神通宿命通 马上就现前 过去世 生生世世 这些亲人的朋友都认识了 所以阿弥陀佛在这里提讲 所以一定要晓得啊 唯独在六兆轮回很孤独啊 人一死一轮回 家经眷属就分散了 有些人很重这种 亲人的 亲情 这个都要给他讲明白了 他才转得过来 冷静想想 上辈子的亲戚我们还记得吗 善恶或佛 追命所生 道路不同 会见无几 一投胎了都不认识了 这轮回是很孤独的 再想见面碰头啊 不容易了 非常非常困难 完全是陌生的境界 我有到西方极乐世界 亲朋好友 好多好多啊 都是熟人 一点都不陌生 我看你们的表情 不是很小趣 你听到这里不是很高兴吗 身身四四 好的家经眷属都聚会了 一聚会 不是讨论吃啥喝啥 一聚会就讨论怎么配合 来度众生 哇那真是快乐无比了 为善罪乐 好 虚余之间急身我差 这个是讲往生时间 非常快速 其实极乐世界 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所以这个心 跟阿弥陀佛一接通了 我们的心就限极乐世界了 心做心事 净土方显唯心 做阿为悦智菩萨 所以这个功德利益太大了 往生就圆正三不退了 这个机缘一定要掌握住了 好 这个是第十九愿 还有第二十愿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有没有同修 我们学了前面这差不多二十愿了 自己很有受用 随着老阿上这些开解 我们把它录制了 得到利益了 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或者今天讲的内容 有没有不明白 好 那我们就老师念 不使一秒钟空过 不使一句话空说 我们一定要发愿 做弥陀第一弟子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有愿必成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